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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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每天看起來那麼輕鬆快樂的感覺啊 哼哼我覺得呢 是跟我的筆電有很大的關係喔 那我現在用的這一台呢是VivoBook Flix 14 它可以當一般的筆電 或是它當平板也可以耶 它只有1.6公斤 如果外出跟客戶開會的時候 不管是直接貼投影機或是直接架起來展示都可以喔 它的屏佔筆很足夠 那我展示起來你看看 是不是你會覺得它螢幕比想像中還要更大呢 非常的有氣勢 而且它還可以使用觸控筆操作 我覺得呢是非常的方便的唷 聽起來VivoBook好像很不錯耶 對啊 而且呢它其實還有另外一個S系列 像我另外一個在念書的朋友 就常常帶著他的S14呢跑來跑去喔 那S系列呢其實有兩台 一台S14一台S15 那他們呢雖然在處理器以及容量的部分都稍有不同 但最大不同點就是在螢幕大小啦 所以呢如果是一般的文書處理的話 兩台都可以喔 如果呢要帶來帶去的話 可以選擇這個比較輕巧的S14 那當然呢如果你的報告很多 或是你要裝很多的程式的話呢 就會建議拿這台S15 雖然它呢稍微重一點點囉 是喔所以只有規格的差別而已嗎 對啊 不過呢他們還是有一些共通點是很不錯的唷 像是這兩台都是窄邊框 所以呢看著螢幕的時候 就有種在劇院看大螢幕的感覺 S15呢看起來它的螢幕比15寸還要更大唷 而且呢我蠻喜歡VivoBook它的直條髮絲線 欸這個拿起來真的蠻輕的耶 對啊因為呢這一台S14它的重量只有約1.3公斤 那S15呢它重量也只有約1.5公斤喔 但是你知道啊我是從事剪輯相關的 如果是VivoBook系列你有推薦的嗎 喔我想想 將將 ASUS VivoBook Pro呢它就很適合繪圖以及剪輯影片等等比較繁雜的工作唷 而且它的外觀是鋁合金的設計 是小儀很愛的金色耶 而且它厚度只有19.2公里 小儀覺得呢光看它輕巧的外觀 很難想像它的功能其實很強大唷 這台VivoBook Pro呢它是15.6吋Full HD霧面螢幕 雖然說它是15吋但是拿起來呢並不會很重唷 除了搭載第七代Intel Core i7處理器之外呢 最重要的就是它還具備玩家級水準GTX1050的顯卡唷 像小儀這幾天呢用它寫稿工作 除了呢開了很多網頁視窗又做圖又看影片 它都可以輕鬆應付而且還很順暢呢 再來呢就是孔位的部分啦 右側這邊有兩個USB接口和MicroSD卡的卡槽 左邊這邊則有HDMI接孔、USB和Type-C的連接戶 要接什麼裝置都沒有問題啦 中午休息時間如果覺得鬱悶的話就可以來玩場遊戲啦 你看是不是很順 而且VivoBook Pro呢它的雙風扇有8種風扇速度 可以依照內部的溫度自動調整 這樣就不會有過熱的情形發生啦 VivoBook Pro呢它充電很快 只要49分鐘就可以充到60%的電喔 休息時間也能拿來聽音樂看影片 底部兩側各有一顆擴音喇叭 看影片的時候超有臨場感 還支援Windows Hello快速登入 可以使用指紋辨識唷 那鍵盤的方面呢1.4mm鍵程 小儀覺得回饋感很不錯 打字起來輕鬆也不容易誤觸唷 而且全尺寸的背光鍵盤小儀覺得蠻時尚的 就算環境的光線很微弱也不用擔心啦 這樣聽起來好像各有特色耶 有Flip X 跟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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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整理一下好了 整體來說女神徐瑋寧代言的VivoBook系列呢 是主打美型機 跟ZenBook主打商業專用是不一樣的唷 和一般筆電比起來 VivoBook算是規格完整 重量不太重 攜帶方便價格也蠻合理的系列啦 然後呢剛剛所說的Fit 它呢輕便而且可以轉來轉去的特性 非常適合當簡報展示 以及呢常常需要外出見客戶的上班族群使用唷 那 S14 以及 S15 呢 它們的重量也都還蠻輕的 而且比Flip 還要適合文書處理唷 那如果呢你也是要做更多多工較繁雜的作業處理的話 還有在工作之餘會想要玩點遊戲就可以選擇 Pro 啦 好這四台呢 VivoBook 系列的筆電規格表在這邊 那 Pro 的價格呢是落在 33,900 到 49,900 之間 那 Flip 呢它是 34,900 S 系列的筆電呢則是落在 300,000 到 38,900 喔 那詳細的規格以及開箱呢就可以鎖定我的文章啦 好啦今天呢 VivoBook 系列的筆電 大家都知道要選擇哪一台了嗎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別忘了給我們一個 Like 以及訂閱電踏向遠的頻道 還要把我們的粉絲團設成搶先看喔 大家掰掰